當然是很很欣喜啊 因為他真的是一波好處 那雖然我的角色 可能表面上看起來 沒有那麼討喜 不要再講了不要爆雷 OK 我要自己去看 你還沒看 還沒 我要等到播完了以後 再一起躺在我的沙發上 把他追完 小鐘還沒有看過 我有看過片段 他在裡面真的蠻點點的 不要爆雷 真的 我要去看 你真實的人性 很精彩 所以依晨你有發現 就是粉絲的評論 那邊終於有了一些副品嗎 這個角色有點太會演了 還是零副品 然後開始就覺得 這個角色真的是很 這樣子應該開心吧 很開心 因為眼睛超好的 對 就希望大家可以盡情的融入故事 然後 同理角色這樣 所以剛剛接到這個角色 有沒有覺得愛不是誰 感覺很特別 真的耶 我完全沒有猶豫 就接下來了 而且 裕婷姐那時候說 我跟你講 這劇本真的很好 這角色是幫你量身 量身打造的 然後我看了一下量身 原來是這種量身 我覺得每次遇到裕婷姐 就很高興 因為他永遠可以幫我突破 很感恩 他會有當作有共鳴的地方嗎 到現在呢 哇 很多啊 就是當他身兼多種身分 身為人家的女兒媳婦老婆 媽媽 然後一個愛地球的好人 對 就其實每個人都幸福 愛地球的好人 對喔你還沒看 我還沒看 有沒有覺得哪一個點 是跟你現在生活當中 遇到蠻像的 在戲裡面的一些 就是 庆分的 很多地方 你都要去忙 要去顧 要去周全 所以你會 好像忙得團團轉 焦頭爛了 但有時候 不太知道自己在忙什麼 我知道我在忙什麼啦 但就是 會分身乏術的感覺 有偶爾力不從心 力不從心這樣